除了勞工可能會因為酒駕判刑確定丟飯碗 就算是公務人員如果酒駕判刑確定 鐵飯碗也同樣不保 行政院現在打算要讓公務員 比照一般民眾 如果酒罪被判刑確定 最嚴厲的處分就是免職 酒駕刑法上路後 連續發生多起公務員酒駕肇事 讓行政院兩江一化在行政院會上 了下重化 倘若公務員酒駕有可能祭出 最嚴厲處分 整個標準作為程序都是一樣的 一視同源 最原理就是你飯碗不保 你可能被停職 還是就看你的嚴重 公務員就送工程會 一般民眾酒駕 假如今判刑確定 除了刑事責任之外 雇主也可依法予以免職 現在行政院不僅打算 對公務員比照辦理 更要加重行政罰則 以免影響政府形象 公務人員吃法換法的話 那當然加重我不反對 酒駕用重罰 基本上我們是支持 公務人員自我的要求 一定要比一般民眾來得高 尤其公務人員 對我們所有的法律 他窒息的程度 一定比一般民眾來得高 是正面看待的 公譜犯法與民同罪 行政院大動作祭出 最高可能免職處分 希望有效杜絕 酒駕行為 更不讓公務員的鐵飯碗 成為心存僥倖的藉口 有電TV最後報道